穿着宴会服,戴上动物头套,红遍全日本的音乐的绘本动物乐团,在市政府的邀请下首度来到基隆表演艺术中心演出,吸引许多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欣赏。 市长谢果良也亲自到场,跟上千位大小朋友一起体验这个有趣的古典音乐饗宴。 市政府难得有这种国际级的演出在儿童节的时候,所以一定要带小朋友第一次来参加这种节目来感受一下什么是日本的Symphony表演。 我们说今天来看动物表演很开心,开心,开心。 那过去呢,他从未在六都以外的地方演出过,一直都只有台北啊台中高雄,所以小孩爸爸那时候就想说这么好的一个音乐会,希望一定要把他引进到基隆来,所以这个也是他首次的在基隆演出。 所以我看到今天大家都坐无虚型,真的非常开心,那我们最近呢,童话艺术节开幕后,也不止只有这个动物乐团,我们在4月12号,下礼拜就到了,跟各位同学,各位小朋友说,我们有苦啰啰的太空的这个团体,未来有展览。 在文化中心前面,也有很可爱的展示,在文化中心的里面呢,也有太空学校的展览,因为这苦啰啰就是太空人。 所以欢迎大家好好来享受我们4月份,有很多很棒的活动哦,最后希望大家喜欢这场音乐会。 把握机会,欣赏来自日本的动物乐团音乐演出,演艺厅楼上到楼下做了满满的人潮,家长和小朋友开心地融入这场音乐会,还有小小孩开心地跳了起来。 市长谢国良说,市府将持续努力,为基隆的大小朋友带进更多更棒的表演团体来到基隆演出。 记者黄志生,陈淑平,基隆报道。